您好 欢迎收看今夜说新闻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为您介绍一种 在台湾才是刚刚起步的大众运输模式 它的英文简称叫做BRT 是一种公车的捷运系统 我们邀请到台中市的交通局 来为您说明 首先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这里是捷运机场线的地下段 在地底施工对路面上的交通冲击最低 但要付出的社会成本也很大 捷运是台湾都会区既望解决交通问题的万民单 但其实单靠捷运 并不能让台湾的交通问题因而解套 过去西方国家在四五十年成长的机动化 城市化的结果 我们是在十年二十年就一下到达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如果再依赖以轨道捷运为骨干的公共运输 它就会产生一个状况 我们民众没有办法被满足 所以高雄捷运花了一千八百亿 每天运量只有十四万人 台北捷运五千四百亿 也只有百分之十五点六的人在使用 一旦公共运输无法和便利连结 民众就会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出勤模式 于是小汽车 机车应运而生 民众错误的认知 可以享受那么低廉那么便宜的代价 来使用私人机动运输工具 那在这样状况之下 你没有完整的拉的力量 形成完整的路线来拉民众做公共运输 你又没有一个真正推的力量 让私人的运输工具能够转移到公共运输 要让公共运输形成路线 捷运只是其中一个选项 世界最宜居城市的巴西库里奇巴 透过一种新的交通模式BRT 让公共运输覆盖整个城市 所谓的BRT就是将既有道路 挪出部分车道作为公车捐用道 只限BRT车辆行驶 来提高行车速度 让公车好比开在路上的捷运 以免而来就是我们的快速公交的车辆 那这个车辆是双节的公车 总共15米的长度 载运量有200人 BRT用的是公车 但不同的是双节或三节公车 可以载运的人次变得更多 加上密集的班次 快速疏散人潮 比亚提站台和捷运一样设有闸门 站外付费更快速上下车 BRT公车还有一项设计加快 它的速度那就是水平登城 你可以看到它的底盘距于路面 只有36公分 而且和连接的月台是平行的 省下了上下阶梯的时间 这些要件都和捷运类似 但BRT的花费却只有捷运的25分之一 一年内就能完工 但公共运输到了台湾 遇上的最大难题就是机车 台大张水孔教授计算使用交通工具 应付成本 结果台湾的机车组 只付了应付成本的40% 是所有私人机动运均中最低的 骑机车享受快速方便和便宜 却没有付出合理的道路使用成本 在台湾推动BRT张教授直言难度很高 因为这挑战的是行之有年 以车为主的思维和轨道优先的交通规划 但谁说解决交通问题非靠捷运不可 开在路上的捷运BRT或许是台湾交通改革的新奇迹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台中市政府的交通局长林良泰 林局长 局长您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局长刚刚看到这个BRT 我们记者在国外的采访 其实这个公车捷运系统在国外 已经有许多国家开始做 那台中市为什么想要引进这样的系统 我想整个大众运输的发展 绝对是一个世界先进国家 任何一个都市所必须要提供的 那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中央政府也好 或者地方政府也好 他的财政越来越窘迫 那一般的民众 欲望又是无穷的 我们都知道资源是有限的 欲望是无穷的 那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之下 追求最大的一个大众运输的方便性跟完整性 那我们都知道 大众运输要有人搭 两个原则一定要掌握住 第一个就是入网的完整 让你从甲地到乙地 很方便的转程 很方便的到达 第二个部分是班次的密集 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不要等太久 那台湾很多的民众都以为 大众运输或者捷运 只有台北或者高雄所做的地下化的捷运系统 才叫做比较完整的大众运输系统 其实观念应该要转变 要转变我们如何在短时间之内 用最有限的资源 创造一个入网完整 而又班次密集的大众运输系统 所以局长您强调这个有限资源 是不是表示这个公车捷运系统 它会比真的盖一个捷运要省很多钱 是 所以我用一个比方 像台北盖一个地下化的捷运系统 大概可以盖五条高架的捷运系统 就是一条淡水线 可以盖五条的木炸线 那一条的木炸线 至少可以盖五条的BRT路线 所以我们是要选择 一条的地下化的捷运系统 还是要盖25条的BRT 所以大家可以看台北成功的经验是 台北在刚刚木炸线MRT盖完了之后 大众运输还没有那么好的完整性 后来双十字路线完成之后 整个捷运人口才慢慢的提升 那总共花了大概5400亿左右 那高雄呢 高雄是两条线 高雄两条线花了大概1800亿左右 然后呢 它所造成的一个运量 目前来讲还是在亏损当中 那我们要看一个政府应该如何负责任的 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效益 所以台中市政府在这边呢 在胡市长的指导之下 我们才会选择BRT当作一个大众运输 现阶段最值得来构建的一个系统 那路线的设计就变得很重要了 它牵涉到未来民众的便利性 是 路线的设计有什么样的考量 所以我们在整个大台中的一个运输走廊里面 我们目前来讲初步的规划是六线齐发 在主要的六个运输走廊里面 有连外的运输走廊 有环状的运输走廊 甚至呢 我们要利用高快速道路系统 国道还有高价的快速道路系统 来建立一个有效的接驳跟转程的BRT系统 谈到这个运辆 运辆大家会很担心 像高雄的捷运盖好之后亏钱 这个BRT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担心呢 这样也是花一笔钱 盖了这个公车捷运系统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大家知道说 整个大众运输的习惯是要养成的 在胡市长民国90年一上任的时候 他所面临到是一个非常困扰的大众运输环境 那时候台中市一个月40万的旅次来搭乘 到了现在可能各位观众都不知道 我们已经创造了681万的人次 成长了17倍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从公车改革出发 把公车原来只有两家业者在经营 现在已经10家业者 本来只有短暂的一些路网 现在我们已经创造了100多条的路网 另外又全国所创的 我们提供了8公里免费 所以所有的大众运输系统 全台湾台中目前来讲是最鼓励 所有人来搭乘公车运输系统 那所以说透过大众运输系统的一个 运量的提升 未来VRT更好 未来捷运更好 才会有人搭 谈到这未来的蓝图 可不可以请这个局长 透过这些图卡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刚刚讲过 整个VRT就是一个准捷运系统的一个设备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出来 有点像捷运的车厢 开在一般的道路路面上面 大家如果去欧洲 可以常常看到很多的轻轨电车 在路面上跑可能是专用 可能是混合使用 那只要把这一个油轨电车 想象成公车 而我们的公车 不是一般的单捷公车 台中市所引进的是一种 双捷公车的概念 那交通部也为了台中 特别修法 全台湾都没有两捷连在一起的公车 为了台中修法完成了 在今年的2月29号 已经修法完成了双捷公车 那这个部分里面 除了公车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的车站 也是应该做一个所谓的 都市预向的提供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点像一只白海豚 在悠游的运行 那这一只白海豚 会从我们的起点 也就是火车袋 一直悠游到台中港的部分 这是日间的造型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夜间的造型也是非常的漂亮 可以从灯光的改变 以及相关出入口闸门的部分的改变 它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透过车外收费的一种方式 来再整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像月台有闸门一样 它真的在等在马路边 民众前面也是有一个闸门的部分 所以前面这边都是一个闸门的管制 那如果闸门你车辆从这边开进来的时候 一定会我们闸门才会打开 然后刚刚陈如刚刚片头所说的 它是一个无障碍的 车辆的地板跟月台是平行的一样高的 所以说任何无障碍的人士来到这边 绝对可以很快速来加以通行 只要你想像捷运系统的设施跟设备 在BRT系统也都使用得到 等于说平常我们在马路上 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它是一个公车的后车站 可是如果在BRT的部分的话 它已经纳入了这个 车站特有的设计 买车票的这个都放在上面了 等于是把捷运的收费系统 跟等公车的公车停合在一起 对我想主持人很聪明 就是说我们就是把公车 透过捷运系统的一个控制跟设备 在一般的道路上来加以运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的车站就是一个叫做 移动的都市意象 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甚至它还可以有效的跟 我们的原来的火车站 把旧有的建筑跟新的建筑 把它整合在一起 像到罗浮宫 罗浮宫也是把金字塔 新的建筑跟旧的建筑 有效的整合在一起 甚至我们为了节能减碳 上面也有太阳能板的一个设计 所以整个来讲 我们希望车站是一个有效的意象 至于车厢大家可以台湾都没有看过双解巴士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德国汉堡的双解公车 它是具有一个移动的都市意象 另外可以看得出来在Las Vegas也是一个移动的都市意象 也是双解公车有效的在做疫情 那整个来讲年底我们就会把双解公车把它招标出去 然后到了明年中会先有一个demo 来在台中市来做展示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到时候来台中参观 全台湾唯一而且首创的双解公车 是局长刚刚谈到说这个公车捷运系统 就是让这个公车可以开在一般的道路 可是他又享有捷运的便利 可是我觉得想马路上如果有一个像捷运一样的车 会不会很危险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在一般的道路里面 他就必须透过智慧型交通控制系统来加以控制 每一辆公车他除了公车专用道之外 他的一个运行都在控制中心里面能够充分的掌握 甚至来到路口你如果在绿灯时间 他通常会按照既有的绿灯时间来运行 如果来到路口可能可以透过绿灯原厂 或者恒郊道路的红灯缩短来让他创造一个优先 所以他就是大家红绿灯都尽量配合他 那很棒啊 而且很有智慧化 所以我们如果希望台中能够在有限的资源 创造最大的效益之后 以后大家可能会改观 原来捷音系统不是只有台北的捷音系统 台中应该会创造另外一番既省钱又能够入网完整的一个捷音系统 可是局长我有个问题 这是因为我很不了解 我想到就是说那台北的公车专用道的模式直接移过来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引进双结的公车啊 或者是另外再盖一个这么多的这个公车站还加收费闸门 如果只用公车专用道不是更省钱 大家可以看一下台北如果台北的经验是什么 大家会发现公车专用道里面的公车 他并没有参加联合调度的 所以说发现公车专用道上面的公车很多人在排队的 排队的过程当中你会降低公车专用道的一个运行的效率 这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他的月台跟公车之间并不是做一个快速的运行 所以当你的需求量增加的时候 公车专用道是没有办法满足这样一个需求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达到运输走廊快速运输 然后呢其他的支干线的部分 透过一般的公车或者一般的公车专用道 他就能够来加以互相配合跟满足 这个双结的公车是有人驾驶的吧 有人驾驶的 所以他如果比如这一站如果很多人要上车 他是可以停久一点的吧 当然是 那但是他的驾驶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站体里面还有一个叫导轨设施 他会紧接着靠着导轨来跟月台 这边来做一个无缝隙的一个接轨 让车站在靠站的过程当中 跟接应系统一样 他会在大概15公分到30公分的 间隙里面来完成他靠站的一个行为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所有的上下车的一个旅客 也都跟接应系统一样 他可以就是月台门会自动开启 然后很迅速的上下车 所以除了一般的进出管制之外 他的一个方便性跟有效性都跟接应系统一样的 想到的进出管制 我就想到车子的进出管制 因为他是人开在一个驾驶员 他开一个双结公车走在马路上 所以他如果虽然是在固定的时间发车 可是他并不会像捷运一样这么精准 他时速就是一定 所以他们的间距会是一样 因为是人操作的 这样子会不会发生两班车很靠近危险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车上控制系统 跟站台控制系统 以及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 所以我们会稳定的告诉驾驶者 他可以透过驾驶座的控制面板 告诉大家稍微加速稍微减速 来维持一个稳定的间距 那甚至他车站到了时候 他还有一个无线舀传输的系统 告诉车站我即将靠站了 然后也要有一个警示 提醒驾驶者 跟提醒所谓的一般的乘客 知道说我公车要靠站了 请大家要远离月台门等等 所以大家只要想象的 一个捷运系统的控制设备 都在VRT里面都有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如果我大家这个路网 整个路线这么的便利 那我如果骑摩托车不是更快吗 你怎么样让机车组可以愿意做这个呢 我想主要的概念就是 我们在机车的过程当中 或者汽车如何让它转到大众运速来 这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便利性 还有一个所谓的经济性 甚至呢叫做所谓的速度 那便利性的部分 你我刚刚讲了 我们如果透过台中VRT六线 齐发的过程当中 它会发现它只要步行短短的距离 就可以完成它的理次目的 从甲地到乙地 第二个部分呢 速度 它因为它有公车专用到 那有公车专用到呢 它就会比一般的开汽车的 人尤其在尖峰时间 会节省大概一半左右的离职时间 那再来经济 台中市呢 是第一个推展免费公车 到VRT的一个最高的进阶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希望能够大家 在最节省最低的一个成本之下 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所以我们的VRT会比照公车来家里收费 然后呢 而且呢 也会给予部分的里程给它优惠 那机程本呢 基本里程优惠之后呢 我相信会很多的汽机车组 来转到VRT上面来 局长我会想到 这样那个台中市有10家公车业是不是 那是不是都会倒掉 是不会的 我在想说 有点像是大学馆跟小学馆的概念 大学馆就是VRT在走 那每一个人出门 一定是要透过小学馆跟大学馆 互相的搭配 然后呢 有效的整合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才能够有效的来让 所有的民众来做有效的转程 甚至我们都希望在VRT主要的转程站里面 其实还有脚踏车 我们要推展所谓的 租刃脚踏车的概念 就是你如果用步行的 大概300公尺的范围 但是你用脚踏车 如果有一个公用脚踏车 假地借车 乙地环车的话 你大概可以 一公里到一公里半 大概都可以置它的服务范围 可是局长 我现在就想象一个马路的状态 它有一条VRT的专用道 另外呢 两个车道 假设是给公车跟汽车 同时使用 那机车 就没了耶 除非台中 要用VRT专用道的路线 全部通通都有单向四线道 不然不够用啊 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在讲吗 不管汽车也好 机车也好 都要付出它的所谓的成本 跟它的代价 经济效率 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安全 不管是机车的小朋友也好 或者一般的汽车也好 如果你给它一个 太宽松的一个环境 它可能没有办法 有效地转移到大众欲数来 尤其一般还没有 机动车辆石油者的一个 18岁以下的小朋友 它应该尽量地让它再知道 从小教育 对 然后它自自然然 就会降低使用机动车辆的一个欲望 这时候才有机会来使用大众欲数工具 对 我们家小孩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捷运站附近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捷运的大边 他就了解得非常清楚 对 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是接触这样的交通工具 他长大就不会想到说 我去骑机车 骑机车 也是要一段这个观念的改变 两层 对 那台中因为也要盖捷运 又要盖BRT 这样子会不会让两边抢客人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说 台中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图形 我们基本上是多种运具的整合在一起 其实台中的大众运输系统 除了BRT有六线之外 另外一个捷运的立线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铁路的高价化 三线的高价化跟海线的高价化 那在这么复杂的路往里面 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观念 大众运输要做到无缝事 就是完全从假运具转到以运具 要时间的没有空隙 空间的没有空隙 所以在时间的转程跟空间的转程上面 让它方便性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一个观念 我一定要做所谓的一卡通用 台中市是全国第一个做到 四卡通用的一个大众运输工具 哪四卡 台北有有卡 台中有一卡通 高雄有高捷智慧卡 还有跑到高速公路的ETC 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说 台中是第一个把台湾统一了 真的啊 对把四张卡片 北中南高速公路的四张卡片 完全统一 用在大众运输里面 而且我们认卡不认人 任何人只要持卡 上我的大众运输系统 都享有优惠 不是只有台中人 才能够享有8公里免费 我只要有那张卡 我想有的权益跟台中市民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这样子如果我 比如说我坐火车 或是我坐高铁来到台中 我不用再租车 对 我就可以自己玩 是 而且8公里免费啊 我们常常景点 遍布的过程当中 旧市区的部分里面 几乎所有的景点 都在8公里范围之内 真的啊 对 所以说你知道上车下车 另外又享有 另外的一个优惠了 所以说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台中搭工车 坐BRT 坐BRT 是 局长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未来这个交通建设的 10层的蓝图 大概什么10层 什么时候完成 好 我们以蓝线的部分 这叫做BRT的部分 大概102年底 就是能够动工 第一条 完工等等 然后呢 另外一个铁路高价化的部分 大概104年底 就会试营运 那绿线的部分 节衣绿线 我们的目标也是在104年底 能够试营运 其他有颜色的都是我们BRT的路网 有颜色的部分里面呢 我们今年也在做细部设计 跟议会争取预算 如果通过的话 后年会陆陆续续的来再动工 我们希望三年内完成核心路网 七年内能够完成186公里的BRT路网 希望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 能够近期之内 努力来看到台中大众运输的变化 是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快捷便利的 交通运输系统 我们感谢局长来到节目当中 也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